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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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4日 有东西看 先讲讲中环的城市 然后呢 就看一下外媒 不过这个外呢 就是新加坡那个外 怎样凭香港的旅游受欢迎指数 以及小红书方面 有人真是港票啊 就找1000元上司来香港流浪 格拉斯哥流浪你听过没有 现在是香港流浪了 1000元 到底又会怎样样呢 卖来看卖来的 有东西看 这个中环海斌 就有做了那些 200只的肛蛋 基本上呢 就是找个壳 盖住那些艺红灯 然后 老实说你自己看一张图 这些呢 如果学过生物学的朋友 你会知道是什么 营干巫菌啊 发巫啊 你不好意思啊 不过你呢 我教你 就应该加上 进击的巨人 那个情资 怎样啊 如果好眼的朋友仔 就看到了 那只蛋是三个人那么高的 这些 还不是进击的巨人 那些香港脚线啊 但是至少呢 你知道啦 隆红各样那些 都钟情于这个AV界 请那些 西洋也好 东洋也好 总之洋人就做到他生意的 龟老师傅就特别香 不是美斯呢 就请明星足球队 深圳那里大喇喇 有个大俊伟给你 你又不请的 甚至乎 善用最近那对港星啊 Noneye 啊 为什么啊 滴上这个大俊伟入团 没什么所谓的 化圆桩一个样的 对吧 最重要的 那你又不要想着他是乱来的 啊 有三样东西 第一当然就 口没遮难 他一向把嘴都骚髒的啦 这两个字 这发音都一样的 第二样东西 就是暗合 今年是龙年了嘛 龙 而第三样东西啦 还玩泰国 不过泰国就不是出名韩星的 韩星那些就化了口装 各样的那些男团 那可能他都想打出这个星马太而已 七几年很流行的 就说列级 游荡星马太 举办那个舞团 什么都好啦 最重要一样东西 有些灶头啊 对吧 凌肝猫菌 也很难的 凡是凌肝都漂亮的啦 你整个人都是这样想的 凡是凌肝都漂亮的 是吧 如果你喝了凌肝奶色 拌了些凌肝屎出来 都漂亮的嘛 没有那么噁心的颜色 朱古力味的屎 还是屎味的朱古力 任选一样 不过 那个名字呢 就叫做光蛋 大家在光蛋两个字的面前 会想到些什么字 幻看怎么看 可以配的字 就是一个穷字的 我们一向都有说的嘛 穷肝蛋嘛 为什么叫光啊 那个光字 意味着是清了些东西 他 与光族这样的 他不够光啊 还要 有私心 看明处处长 这个是流明光 你看看 他又有个光字的 就形容 是很受市民欢迎 大家有没有看过 而且 联同协办的 自己出钱不行的 没有的 好像 摸波说而已 放烟花都要人协办的 现在 就包括了 国际艺术团队 team lab 这个就应该是做光蛋那个 香港艺术家 请他设计 那个 领言慈善基金 那里拿一笔 K11集团 这个砸心口 还有信和集团 新一轮的 都不知道善事还是盛事 善事 即是给了些钱 不要想着拿回 新一轮的盛事 就是这个光蛋 你看有事搞的嘛 不是什么呀 几岁呀 新加坡传媒呀 就说香港 是一个叫做 港客之都啊 港客之都 那又对的 香港游客 港客 只有本地游客 那还不是港客 香港人客 only 港客之都 那当然他说的 就是赶走外国游客 不是的 阿隼雄各样那些 很欢迎的 搞了这么多 那些净哩咕咕咕 都是想着吸引外国游客 而且香港 数有购物天堂 饮食天堂的美语 怎会是港客之都呢 他说批评 饮食业服务水平 是不敢恭维 事应呢 长期憤怒 angry bird 大家有私心的 新加坡这些 衰人呀 很明显就想唱衰香港 就等那些游客 即使呀 去看呀 Taylor Swift各样 那些城市 你又搞我又搞的时候 就去新加坡 不去香港了 李显龙笑到口都合不来 那又是呀 你新加坡 我虽然呀 执法严厉 各样呀 那但是他说你 吐香吐架呀 去厕所不沖刺呀 那些就执得严 而已 思想上了 香港牛性一筹 是吧 有这个23条 之后就24味 很多净哩咕咕咕 那但是那些洋人呢 他就 就没有那个概念咯 这个世界不是人人平等的嘛 洋人思忽 就特别像 至少香港政府这样认为 他们又何必呀 几人忧天呢 是不是 就算真是 你都找一单半单 这些这样的判例来看下 都没有的 蒙亲洋人 你就可以大闹特闹 对香港政府又可以口珠不伐 你没有见过吗 有几可饼强呀 是会亲身批评香港的本地人才行的 为什么呀 没有人敢批评他 那但是啦 对于洋人 哇 华盛顿邮报呀 Bloomberg呀 FT呀 那些 不停写英文信咯 去反驳的咯 反驳再反驳 那你又见到啦 还不是去巴结那些洋人 以免你唱衰他 至少这方面 委屈了这个饼强很多了 要练英文 以免宜笑大方 是吧 那现在人家亲身批评你呀 黑口黑面呀 那我不知道啦 因为3月3号时候 杨允宏呢 已经讲到 会联同其他的部门 啊 推广礼贸运动 原因啦 大家还记得 那个看奸啊 拉啊 叫你拉啊 就是别人 车点东西进去 虽然那个不是游客 那给了个形象 别人因为在Twitter那里很HIT 哦 香港人原来这么没礼贸的 恶屎能登 是吧 那但是 阿允宏都不是很好礼贸的 美思走过去日本那里的时候 竟然 哎 哎 哪有人那么小气的 在这里说人家 如果在日本那里出赛 啊 即是好 他这脚好才出赛 他会感到不开心的说 你看看 什么不是Greeting 祝福要get well soon的吗 祝福一下人家 这样的嘛 不开心哦 但是他说什么就什么 就怪罪啊 为什么香港一直都没有生意啊 旅游业搞不起啊 这帮这样的 香港人 啊 没礼貌的嘛 那鸣宏说到了 其实是培养整个社会的质素 就不要特别针对那些旅客各样 黄虫啊 要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 有互相帮助的精神 那嘛 说话啦 如果吵架他帮谁 肯定是内地人 是吧 你讲广东话那些 狗躉占民来的嘛 变了 所以啊 如果啊 真是急到蚊了 各样蹲下 一睹的时候呢 哎 有人拘捕你哦 千万不要讲廣东话 何烟丽丽丽人 那可能得到的 待遇又会好很多 这样 甚至乎逃离了 哎 他们是这样的啦 那就走了了哦 否则你用广东话讲 警察给一次机会 哎 我没有够啊 哎 知道你本地人就很欺负的了 个个都变了代罪之身 话说这个是 新加坡联合组部 慘了,外媒又在唱衰香港,隆红不是看小熊书也看这些,一见到港客之刀四个字,这次不行,要有礼貌指标,餐厅吃,被人评分,一向都有,如果待遇甚差的时候一定要取替,会不会搞这些东西呢? 联合早报批评,香港饮食业文化服务水平是不敢恭维,我只记得一家东西,被人拍了上网的嘛,那家叫数字牛腩啊,好像太子那头啊,不记得了,那家数字牛腩呢,就是那些内地人要求多多哦,跟着老板就走出来,踢桌子,在那里说,这套爛啊,真的爛啊,做你一个几套生意受理器啊,走!以无礼貌啊,是不是啊?那又是,那些内地人很难服侍的,苦会仰! 哎,大大声那样,衰格到死!那另外,他又说原来呢,香港那些餐厅啊,跟新加坡不一样,各处乡,各处例而已只是,不过啦,啊,是怎样呢?就有很多不合理的规矩哦,那些游客不喜欢的啊,例如怎么样啊,限制时间用餐,就是你不可以一坐呢,就坐十几个钟这样的啊,这些老友记记喜欢去打等才行的啊,这条条例应该一早就拔除了它啦,你去那家茶几粒记里,坐回个救本娘冷气啊嘛,以前一向都可以这样的啊, 后期不知做什么生意化了之后呢,所以新加坡这里有一些不公允的啊,香港就不是港客之都啊,不只说那些游客的啊,自己人都说是一视同仁啊,以前几个人啊,一坐同班朋友这样就可以坐几个钟的了嘛,哪有说港客的啊 文章的作者表示啊,又匿名的啊,3月8号就和有人去一间酒楼聚餐哦,那时候是晚市,人流就几多的啊,但是就被人很清楚地向他们明示,只有一小时的用餐时间过了的时候呢,又收钱啊,又或者重新计过啊,这样那样啦,那这个大香礼就直言了,第一次遇到哦, 那么个个都想着去另一间餐厅呢,哎,原来那些规矩可以随便改的哦,那个经理就说了,嗯,不是的,1.5小时啦,这样,呵呵,这样就退了啦,但是啦,原来一小时间呢,说就说1.5小时,这么共产党的啊,过了一小时之后啊,他用尽一切的奇迹, 啊,例如个姐姐站在旁边放臭屁啦,啊,又或者在那些菜里吃到他们有一点便宜那样啦,总之用尽所有的方法,令到他们买单离开,那么作者就表示啦,一致都认为酒楼呢,食物都还可以的,但是服务水平实在是客死人,于是乎得出结论啦,游客对港,避而远之啊,那么多的旅客向他带肚腐水,都因为香港的酒楼,茶餐厅,好像很烦躁那样,滚水,是不是? 咦,茶几粒几是这样的,你想怎样啊,就由落单到给钱都处于一个很憤怒的状态,就好像呢,变了他们才是消费者,啊,你干嘛给个这样的客人,除了限时用餐,他也举出,啊,还有些什么弊端呢,不让客人选择座位哦,买便卡位啊,麻烦,这样,要求吃下搭桌,这个酒楼一向都有的,就令到人家吃到一肚气那样,那这个一向都有的哦,只能够说一向都有搭桌各样的东西,因为香港地租贵啊,那结果啦,人生 很方便,啊,他有黑博员工各样的,就更加你去外地用餐有提示的嘛,他们在哪里说收到提示各样的那些的,那想好态度都难啦,是不是? 搞什么礼貌运动呢,直接罚钱啦,看下哪间餐厅,啊,那些礼貌各样不好的,那在牌照上面呢,罚他有加一付加费,这叫礼貌费,看下哪间餐厅就不好礼貌了,再找那些Mr.Shopper,神秘顾客,那就走过去,或者关外队啦,反正那帮人都没什么做的啦,是不是?就走去打等,啊,看下我坐你十几个钟的时候,你什么嘴唸对我,那他们一场心理战来的,你都要想下的, 啊,这个人够胆在那里坐十几个钟的,啊,背后没有后台?我就不信啦,万一真的没有后台的,出去打他一身啦,坐了我们十几个钟啦,好像蝕了只居一样的,那这个是翠华以前自由行,啊,练出来的嘛,这些叫翻桌率嘛,他当然是赶你走的啦,那跟着张桌啦,就可以给另一个用的嘛,那文章就分析啦,因为那些伙计,啊,经常都遭受到不好的待遇,实情呢,就可能是那些蝗虫啊,你想想啊,见到那只昆虫啊, 那Ifん虫在那里用线的时候, 几么吐心才行的啊?《嘴� 이 gett》? 不说不好礼貌,喷完飞松的汁液出来, 有时呢,就反白眼了,又恶言双吹,加上香港打公仔工时非常长啊,饮食业界员工啊,每日站那 Ambassadorsald Pop 했 nei him &ій 即是除非不笑的时候阿,涤叮叮叮叮,好像他叮叮叮声大家都在后面 saw Blue and Families 再加上香港这三年出现遗允潮,但是政府否认啊,他会一直有人湧入啊, разные 这个行业都人手不足,零售业就更为艰难 那由于人手不足,东家不打就打西家 你饮食业这么难做,又不肯出高薪 那去第二岛就好了 于是乎,饮食业界的员工 个个都有本钱,就向这个顾客臭脸相迎 那其实去吃东西很多时候都不是吃个服务的 吃那些食物的 正如之前他们在里挂马在英国吃米线 一百元一碗,实在太贵了,各样 现在都不是很贵而已,诚意而已 那是因为你要吃的那些东西,在英国这里难找到的 那当特色小菜修理是这样的 你反过来吃一些fish and chips 普通那些炸鸡各样,就不会很贵而已 可能那些人觉得不健康,不清楚了 不健康就去超市买 那可能小红书那些才是真正现实了 有钱就有服务,是这么说的 好像这些服务要用钱买就是要用钱买 没什么事都不要走过去被人租责了 真是 那这里,深圳的一名深圳餐 深餐,就拿着一千元来香港挑战这个物价 一日了就用了三位数字,令到他很错愕 因为两菜都要给40元,还给一款饮品 吓到傻鬼了,因为是深圳的两倍价钱 就话说这名自称失业的深圳人士就走来挑战香港的物价 就发现了,最低消费都要五六十元之间 那一千元了,可不可以生活到一段时间呢? 似乎你时间的长度,一小时是吧?哈哈哈 他说,惊叹香港的物价非常昂贵 这个是生存日记,就说失业了三年了 在深圳那里找东西做非常困难 于是乎就拿了一千元来,很难得的了 内地人士有六亿人,月入是少过六百元的嘛 他已经是人家两个月的收入了 就走来香港,他又说到了 这次是四年来,第一次来香港 你去过海洋公园已经没了一千元 除非你爬进去吧 那他就用九三六人民币,对了一千港元 在连堂口岸入影,交通费都不止 交通费啊,都去了你百岭啦,是不是这么说啊? 那他就去了一个叫做自动贩卖机那里的 就见到了,维他柠檬茶呢,要成十四元港元 但是内地呢,就只需要四个半人民币的 直接是两倍,两倍的意思就是三百percent 五元对十五元之比 令他非常之惊讶地说 十四元是很合理的价钱啊,我想说 七仔都要啦,十四元 那另外,他又买了三十三元的电话卡 去港铁站呢,就激活了一个八达通卡 这个人,是吧? 其实没买票那么烦的意思而已 就不是说特别什么的 就是小红书教晓他怎么用这些八达通的 由于三年啦,没用过八达通的啦 就是以前有玩过的 哦,未必小红书教了 港铁员工就说要扣15元的管理费 于是乎被人扣了30元哦 那就是旧那张和新那张都被人扣按金啊? 那搞法都行,维仔 没多久了,就去了油麻地小餐馆 叫了个40元的两送饭 你又不要说什么叫两送饭啦 你去柜台那里给钱拿送的而已 但是,这里就说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什么不能吃饿的 我相信不能吃饿的意思是吃不起啊 总之,只是几个小时而已 已经不断下挫一千元的那个给钱量 仅仅几个小时就花了百多元了 所以不想再花钱 于是乎呢,就去那里中环的港交所拍照留念 只是喝了一瓶瓶装水 和带来的馒头,自带馒头 另外就去了重庆大厦宾馆那里订房 晚上11点了,给了164元人民币 想在那里过夜 就见到不同的肤色和种族的人 觉得有点害怕 可能本性啦 那我们这些就是要叫海 那还有不同的肤色 他都是见到印巴籍的那头 他内地那些 应该直接见到那些黑命贵的啦 对不对 我还记得之前上海那里 有个叫上面那班人 不要煮了他来吃嘛 因为在自己那个微博的globe上商量着 喂,没东西吃啊怎么办 封禁着啊 楼下有一件,楼下有一件 那么他形容啦 给了164元人民币 但是呢服务不是几好 因为宾馆房间呢就很小 那厕所呢得三平方米 有厕所你用就算好了 他又发现床单上面有明显的污漆 洗不掉嘛,别人不想的 一日过去了 就洗了400元港币 剩下600元港币 他又考虑应不应该回回深圳 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哦 是你必须哦 第一你预期居留哦 第二样东西啦 你那里最多生存到两天半的 不是怎样啊 去垃圾桶收垃圾吃啊 那这个不是生存游戏来的 一句说完 太多点钱才来啦 是不是这么说啊 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